香港時間是1月31日下午 今天這個就當昨天第四季 德國時間這個就是31日早上 所以我是臨分之一國的 今晚有可能是三至四季 我會一跑過六季 理由很簡單 當然對我來說是很累的 但是沒有壓法 因為現在我不計華為的一單 我手頭上都有四單 OK 你可以想到有多少東西需要跟大家說 而且那些新聞是 接下來還會繼續累積 就是說如果這兩天我不開四季的話 是說不完這些東西的 這樣就不行了 所以我已經很快 我已經文字版 有時候我已經 有時候 文字版我坐在這裏 有時間我都會寫的 文字好些文字 文字我習慣了 現在可以有時分段寫到 以前不行的 我現在也不會這樣做 Anyway 這個是金融時報的消息 就是 拜登政府的商務部 已經停止向美國公司提供 License 去把東西交給華為 OK OK 即是 他引述消息人士說 都幾個就說 商務部已經通知了某些公司 是不會再給License 出口美國科技給華為 OK 已經是 即是已經通知了 不會再給的 那他這個說的話 是的 現在國家安全的官員 相信華為的設備是 協助中國刺探庭部 OK 這個是Trump 時代的事情 OK 但是問題 為什麼現在去到 拜登 越搞越難 OK 即是 當然除了晶片 這個問題之外 究竟為什麼會越來越難 有 你記住 如果這件事是有更多 跟著Volgo 譬如後面 這件事 所以是有機會繼續說 嗯 但是我想呢 我作為一個 server 佬 我明白為什麼 美國決定 完全終止華為 的 美國技術出口 不是因為榮耀 那些晶片 或者P60 再出這些 我說過很多次 華為最evil的地方 It's not 不是他的terminal 華為真是最evil的地方 是兩件事 第一是他對 各國數據系統的 back-end的控制 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是很多人都 令到很不安 是華為雲 OK 這個我想 我作為一個server 我的理解 就是華為雲 是其中一個 令到美國政府 決定採取行動的原因 原因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華為雲呢 涉及很多 偷竊資料的活動 OK 理論上 華為雲 就不應該繼續走下去 因為你買不到晶片 suppose 第一 華為雲 不知道為什麼 繼續走下去 這是第一 第二 華為雲呢 現在全世界有很多server 我問過幾個支持民主 自由的server 好像我一樣 每天被華為雲 意圖攻擊過千次的server 有不少 我是美國政府的官員 我看到這樣的狀況 我一定問 你華為搞什麼 你華為做什麼 你華為原來收錢 現在是怎麼搞破壞的 這群人這樣 只是這一點 美國政府已經有理由 要求美國公司 不要說是晶片 然後最簡單的 科技都不傳給華為 因為整間公司是混蛋的 而且因為 你要知道 為什麼華為被針對的原因 就是 華為之前幫伊朗的 那群人 你怕為什麼 孟晚舟被抓 為什麼你五毛那麼介意 孟晚舟 就是我發現我的server 其他可能被華為雲搞的原因 就是 我已經肚子孟晚舟 肚子孟晚舟很多 尤其孟晚舟要怕破壞 你想想 孟晚舟是做什麼生意的 當初 賣伺服器給伊朗 現在就是 伊朗的無人機 天天在炸 肚子孟晚舟 華為運有到處偷資料 接著 全世界華為的 製造 後面的活動人 美國也看不到 你不要說其他 香港的電信公司 有關的 很多 都多了很多 SmartTone也有 CSL也有 和機電信也有 HKBM反而少一些 雖然HKBM的Core 都據問在華為 喂 大哥 我不會是個別的例子 是不是 I am small potato I am really really small potato 沒必要用國家機器這樣招呼 是不是 問題就是 肯定不止一個人 給華為人招呼 西方國家的人 看到你華為的equipment 你那些雲端服務 或者其他的 你那些服務活動 你全部都有關的 和伊朗和俄國這些 最後 中華人都以為 美國人不懂得看的 中華人都以為 好實講 你華為雲搞事 我們這些 去Cowfair 舉報 Cowfair 拿回數據 給美國政府分析 都知道 有什麼事 你以為沒有事 問題是有事 是會有事 大哥 只起點 你再加上 你其他的機 全世界 外交機關 異見人士 那些 全部都被華為搞糟 如果去到這個位 那時候 Financial Times 說 會突然間通知 不是沒有原因 原因很簡單 華為做事 Evil 所以這件事我一定說 我一定手頭上有話說 因為我 但是那個被華為人搞的情況 我想我可以寫成字都可以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根據我Cowfair的報告 給我 最多搞我的機 就是來自華為雲 華為雲的ASN 是136907 OK 他每日意圖 gap我的東西 用五部機 OK 五部機 包括這個 IP是114.119 165.43 114.119 135.9 96 114.119 128.6 114.119 113 8.127 114.119 1511 59 OK 這堆基礎 全部聲稱是新加坡的 OK 聲稱是一個 我以為的 所謂sert engine 但是我不相信 那是sert engine 因為沒有人用的 每日招呼我的次數 過千次 華為雲是過千次 你想一下 如果華為雲 我過千次這樣招呼我的 我這小部分都過千次 你想一下其他美國政府機構 那些 你猜它 你猜華為那些銀行 用多少次 我只有一點 我是美國政府 我都對我沒有 而且一定是查到的 伊朗 有部份是無人機活動 你看到之前 伊朗突然有什麼大地震 突然有地震 那些油庫 彈藥庫都被人炸 應該不是美國很好做 就是以色列做 隨便 你問這堆東西 當然伊朗沒有特別說 伊朗也不敢開戰端 問題是 如果你facility到這堆東西 你這樣 華為後面沒有角色 說晚舟之前做這堆生意 那為什麼一直以來 中國千方百計要救孟晚舟出來 其實真是在俄屋戰爭期間 放孟晚舟 真是放富歸山 應該是 怎樣 死都不要放 真是死都不要放 那個Michael 用第二個人換都不要用孟晚舟來換 那個孟晚舟真是正仆街 這傢伙 這傢伙 你夠膽搞壞就不要緊 你要全家產 我逐個公布出來 我不是和他開玩笑 你看到華為這家什麼公司 大家心知肚明 這家公司 Evil到爆 這家公司 所以你說 美國現在什麼技術都 也有一件事 美國順便逼民國 換掉電訊設備 正義那些 因為有不少 還怎樣 因為如果之前沒有那麼快 有戰爭 是可以等到2027年 才換完這些設備 但是現在因為戰爭在職 就沒有可能這樣 你等到2027才換完 的話 你死的人多 好像現在德國電訊 我看到他經常都做發射塔工程 原因是什麼 就是要換掉華為的Space Station 換掉了 其實在Berlin範圍 其實你看到一件事 如果你用華為的Space Station 用華為的Space Station 是很奇怪的 那些速度 是比普通5G萬20% 那為什麼 用No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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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Space Station 速度反而成弱 就是後面有鬼 因為他們會這樣 那些情況 然後 沒事了 現在全德國是這樣 換 T-RQ更積極的 因為T-RQ更積極的 因為T-RQ更積極的 只要做了政府的事 Modafone O2 全部都在做 沒事了 盡快換光 全部換光 全部換光 現在就是怎樣 因為現在 美國商務部說 不再出口美國科技 給華為 就更加會迫那些廠商 換走華為的 Bestation 因為你沒有LiSEN 你的LiSEN 沒有LiSEN 你沒有有客LiSEN 隨時沒有LiSEN 我買不到零件 如果我隨時買不到零件 或者 我那個Equipment 是不合法的 隨時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沒有叫電訊公司 去問美國商務部 申請的拉策這麼差 這件事不可能 所以 就應該 如果如無意外 就 世界各國的電訊公司 甚至英國這麼慢 都不理會 現在美國很不理會 快要開 2025年開片的話 你還不讓你中國 是這樣玩蝕聽 肯定之後 全部華為的Space Station 都沒有了 但是當然有結果 香港很嚴重 很多人都覺得 還想在香港做IT 本來有國安法的情況下 在香港做IT 就不適合的 說真的 但是現在有一個更大的問題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都會成問題就是 在現時 香港的電訊公司 主要電訊公司 全部都有用華為Equipment 如果華為Equipment 如果華為Equipment 收取不到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保證 保證 但是我現在的電訊公司 沒有辦法 但是我現在擔心 更嚴重的事情 就是兩件事 第一 第一 香港這麼多電訊公司 用華為設備 就是 特別是美國 美國以保護 國家安全 或者金融安全 的理由 要求金融機構 把華為的機器 全部取消 或者你不可以使用華為設備 哇 但是我可以怎樣 這是第一 但是這個都小事 這個未必去到 但是另一件事 我覺得更嚴重 就是 因為現在很多高效率的 設備 或者是 軟件 它用的CPU 都是有些 效率 都已經是 去到 其實美國會管制的 已經去到那個水平 要不然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那麽快 我現在就 懷疑 香港 如果現在 就是華為的設備 顧問 全部都 但是現在香港的 法理地位 究竟 入不入得 就算是西方國家製造的 那些高效率的設備 我就很懷疑 因為你香港 已經當成大陸 當成跟中國一樣 如果是這樣 你怎麼咬 香港還是國際中文中心 在國際中文中心 你的最基本條件 就是 就算不封網 我告訴你 之後的 香港的網絡 都會怎樣 開始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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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生意 你做一條毛 這些 熱狗 你不用跟我咬咬 因為這些 我想我專長過 華為的機器 已經是很高效率的 華為的 那些一定要美國晶片才行 那些 但好了 我不用華為 我願意付錢 我買Cisco 我買Cisco的 我買Cisco的機器 那問題是 你的CPU是高效率的 美國會不會出一個 結果你可能要買一些 一堆 可能是中等的 系統 那樣 你可能的 performance 就非常之厲害 但你現在 什麼年代 你現在在說 1GB 1Gbps 最寬頻 最基本 最起碼的 原來是你跟我玩 這些 你家裡的網絡 1Gbps 就不需要好牌 但如果你說 整個 光纖世界 即是你一個光纖 一個 我們叫做 Metapolitan Area Network 或者MAN 我們簡稱 那個要求 performance 你要什麼 CPU 大家心照 現在什麼年代 你家裡 1Gbps 2Gbps 很多大公司 隨時的水河 不止這個 然後你說 用不了 美國的路線設備 買不到 那你香港做什麼 金融中心 你金融中心 被人用了 就用了 你這麼清楚 因為美國出大絕 美國 真的出大絕 很重要 我想是美國收到的情況 美國有決心 要當日本 所以你這樣一刻 所有的都沒有了 所有的都封了 所有的東西 為什麼突然間 你說之前封完晶片 接著又封華為 還跟他封喉 但是你真是怎樣 之前還可以 export license出去 現在還比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也沒有 如果你去到這個位 那時候 我就跟大家說 你要死定 這件事 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我就 有奉勸各位 就是香港是否還能賺到錢呢 我很懷疑 因為你連IT equipment 基本的可靠度 都未必有一樣的位置 你要買很漂亮的 equipment 未必買到 本來已經買了 你現在更加買不到 接著你說華為那些機 沒有人命聽 命聽不到 因為你的零件 我猜可能還有存貨 你不會即時命聽不到的 我猜我還會有些存貨 之前還停止了存貨 有 license 但是我想那些 license 出來的存貨 隨時搞得不好 就是華為顧了 中國先都不顧了 有用 所以我覺得香港是很快進入困境 因為美國全面封殺中國 在看到 如果現在拜登 無緣無故 拜登 我華為玩的 你也知道 美國全面封殺中國是很正常的 除非中國我也是那些 你放棄台灣 給香港民主自由 釋放政治犯 取消國安法 在抓緊了鄭雁雄 抓緊了李家超 抓緊了林鄭月娥 OK 給回雙鋪選 那你有機會生存 你習電影條件 你不會的 當然美國人叫東條影機 放棄入侵中國 你不會把中國戰利的領土 嘔回滿洲國出來 你東條影機都不忍耐 一樣的 所以難免一戰的 一定是 現在美國這樣壓迫 一定是難免一戰的 美國這樣壓迫 美國這樣壓迫 中國 不斷挑戰習近平 心在 折黑總統 又跑去見蔡英文 打電話給蔡英文 折黑後任總統 然後現在拜登玩這些 然後你這樣壓迫 你這樣壓迫 所以你說 再加上就是 有一些調查報道 就是說 查到你中國班 那些核武的實驗室 去淘寶 淘寶 那些CPU回來 那不用說 你淘寶 淘寶 那些CPU回來的東西 肯定之後 民用產品和一期的大封殺 然後你說 沖繩 說要 賣大一點的船 商業的 商用的船 怎麼樣 來載人 那你心裡想 你自衛隊 無緣無故 買一些大船 來載人把 那你擺明是撤橋 啊 台灣有事要撤橋 他連日本仔 都自己這樣推測 是不是撤橋船來的 那些 連沖繩都要買了船 撤橋 屌 你說什麼事 你根本就是準備 打世界大戰 全部都是指向打仗 全部都是這些打仗的 所以說香港人跟撤萬八 連日本沖繩都買撤橋船 Come on 你覺得香港這麼多人 你撤橋才出口 大哥 沖繩已經很少人了 都要買多些船去撤橋 我也不知道撤不撤到 你知道沖繩已經很近日本本島 加上飛機加上船 我會這樣加起來才夠 Come on 香港 這麼丁事這麼大個島 而且中國會發瘋 因為現在 中國政府政府 What the fuck 我不是很想每天都 大哥 我每天都會講四五段新聞 我就是會開的 女老爸 我就是會開的 我昨天已經有會開的 是不是 我昨天已經說到氣都喘 但是我差不多 我整天都在說話 整天都差不多 我每天就是 除了睡覺 我八個小時以外 全部都是在開我講話 我已經去到這個地步 What the fuck 現在還要這樣玩 所以 我奉勸各位 總之你現在看到這樣的形勢 因為拜登全面跟中國翻臉 你不要再跟我吹什麼和風 你也不要再吃什麼花生 吃什麼花生 現在 什麼時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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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叫做花生 那些全部都 叫他 叫他 不是這樣做人 現在的局勢很清楚 是全面封鎖 美國對中國全面封鎖 已經在進行 拜登不張揚 但是已經是全面封鎖 這個已經是去到 1941年夏天的水平 什麼時候珍珠那時刻 你不要等到珍珠那時刻 才敢走 你不要緊 不要開玩笑 不要開玩笑 是不是 我希望你早點 我也是說一句 我勸得一個人早點走 我便做 我便做一天功德 是這樣的 好了 這一節說到這裡 今晚 今晚如無意外 第一節應該是 英國軍隊的問題 第二節就是 中國核保實驗室買晶片的東西 你們沖繩鐵橋 可能 聽早上說 因為時效性比較低 然後波浪艾斯堡 可能是明天早上說 但是我告訴你 我都不知道說不說得夠 我先講到這裡 我已經沒有氣了